经过许多年的努力 大部分的人已经可以接纳喜憨儿 那么对喜憨儿也有些许的了解 不过在喜憨儿长大之后 以及变老之后呢 还会有人来照顾呢 现在就透过民事的镜头 带你来关心成年喜憨儿的照护议题 走进这里 有十几位先生在做手工照 有老师也有学员 看起来很平常 可是老师教的这群人都是老憨人 这位满头白髮的叫小白 他今年49岁了 在这教室他负责把照机切丁 所以要好好比小白还小 也45岁了 而好好工作是把做好的照机 用保鲜膜拔好 然后这边再拉 拉下去 拉 拉紧 然后再一点点位置 然后拉这边 对 好 另一间教室也大约十几个人 他们做得更简单的 在减脂 我们这边总计收容了 112位憨儿 程度的话 从重度到极重度都有 是住到他过世的那一天 既然这些老憨儿都是智能障碍 而且很多都已经四五十岁了 为什么还要成立教室来学行呢 老憨儿的问题很严重 因为像智能障碍者 他们的更年期是从20岁就开始发生了 所以像这样的状况我们要延缓他们的老化跟健康的退化程度 才会安排很多不一样的课程 因为你什么事情都不做的话会会化的非常严重 为了延缓这些老憨儿的老化 这里安排了不同的课程 有做手工罩 剪纸 捏黏土 还有搓洗糖纸盒 这些不同的课程 老憨儿们学习得来吗 我们这里要分一下能力 那像我们这个手工罩呢 你看到的都是要什么刀子啊 什么微波乳啊 都是会比较危险的工具 所以可能需要听得懂老师的指令 比如说老师叫你不要去碰 他就真的可以不要去碰 洗糖盒呢就是会比较需要 手部精细比较需要的 因为他需要去戳 而且我们是拿牙签 所以需要比较细的动作 学员在帮洗糖纸盒戳动 31岁的小豪手很巧 戳动的速度很快 可是他没办法数数 你也要一起数吗 不用 他不数 他数到了 你做完之后给谁 他 你现在在数什么 数量 要数三个 一百 一百个 对 那你现在几个换一起 十个 这洗糖盒是三星人士提供 让学员可以动动手 现在大家熟练的作者 老师笑说 以前副量率很高 拍很多啊 我们头前一箱 一箱五十包 可能坏了二十包 然后慢慢慢慢 你看他们现在已经 一包一百张 可能就坏一张而已 大概有多久才会 很快啊 差不多一两个月 他们就都会了 平常人一眼就会的 他们要一两个月才学会 老师却说的简单 可见这需要多大的耐心与包容 一个一个让他进去 然后再把手放到后面 那些就换你了 好 再来换你了 好 来 好 抓 听到终身 原本安静的阿强忽然说话了 从下面 到时候是三年卖人嘛 对 对 我们要洗澡啊 这些老汉儿生活十分规律 现年六十五岁的阿强 摆个臭脸 时间到了就是要去洗澡 记者只顾着拍 忘了时间 真是不好意思 小孩 我们要来打一个动机 快演 耶 要快洗澡 今天洗澡 耶 当小孩开心进去洗澡时 阿强已经洗好 开心的走出来 太好了 就算行动不方便 生活无法治理的老汉儿 老师们也会帮忙洗澡 他们和老师就像家人一样 老汉儿年纪再大 都像小孩子 智能障碍者 他们的心智年龄是 一般小孩子的七到十岁 所以他其实有一些孩子 你叫他阿嬷阿嬷 他会跟你生气 他会说我不是阿嬷 都比我多岁 六十几岁 六十几岁 所以我们当我们的兄长了 对不对 但是他也是叫妈妈 因为潮心收容的孩子 都是集重症 跟重症居多 所以我们会要求 每一个照顾汉儿的老师 都要有护理背景 所以我们这些老师 都是护理出身的 这里有六十多位老师 来照顾这一百多位老汉儿 每个月就要一两百万的开销 这对地方型的慈善团体来说 是很大的负担 也才因为名气没那么大 而被质疑 我们会在一些饮料店 或者是服饰店 他们都会一个正方型 小小的零钱箱 一开始因为 没有听过这个小团体 所以我们会觉得他是在诈骗 民众他们会去误会说就是 这东西到底会不会真的流到慈善机构 可是其实百分之百一定会来到这里的 这林田箱多久可以满 那一满大概多少钱 大概是两个月会满 然后如果是满的话 就是八百元拿至两千块这样 金额不多 却可以让这些老汉儿求得温饱 饭饭的 大家吃得津津有味 老汉家说吃饭还地大 也就是孟子所说的 老老以及人之老 有大家的爱心 这些老汉儿才得以终老而无忧 记者欧文修台南报导